好的 今天在開始玩遊戲之前呢 現在好好問一下楓明 楓明 因為現在 她是我們所有參賽者裡面 最踩的 對 也是最年輕的 她是最年輕的嗎 她踩 二十出 她明年輕 她明明是她學姐 Oh my God 對 對 我們在學校有運過 經過上一次之後有 這現在比較好一點嘛 不會緊張了吧 比較 我來同學 你剛剛臉超硬的 超硬的 還可以 還可以是不是 她還有回家認真練習 她還有練習喔 對 怎麼練 看了很多局這樣子 看了很多局 對 看了很多局 什麼東西 沒事 好 不要緊張 然後哲偉很久沒來對不對 對 很久了 現在 超緊張 這是什麼 對不起 你沒有表現什麼啦 還是什麼的 上去很久了 有幾個月了 那中間你有在練習嗎 中間就是看影片 然後我每次都會被偉晶哥演 喔 偉晶哥 對 每次 我就被騙了 所以我今天應該會很著重聽你發音 我會很著重 這個 他今天跟你吵 他今天串吊的 所以啊 他剛剛說偉晶哥 很煩 很煩 然後今天還有兩位 就是李娜跟寶劍 先來問問一下他們在那個 狼者榮耀落選的心情 主持人有寶藏名而在嚇我們是不是 可是寶劍的心情如何 我心情我其實原本就不想要 那個上狼者榮耀 怎麼了 為什麼 他自己有說什麼 不要投給我對不對 是喔 因為太恐怖了啊 裡面那麼多 大家都很會玩 可是我覺得你有資格在前四名耶 騙人 真的是騙人 那你騙人嗎 那你騙人嗎 不會 我覺得法界 錶水很好 對啊 有嗎 我每次都被你罵耶 我記錶 我也才罵你那一次 沒事 沒事 李娜呢 因為我本來以為李娜是 你知道呼聲很高的耶 沒關係啦 因為我也是覺得好險耶 就是好險沒上 你們都不想上是不是 不想 我覺得太那個 太可怕了 就是 你剛剛有志氣一點 神仙 神仙打架局 沒關係 我們隊友人上就很棒了 對啊 我怎麼試 我不試啊 我都不知道耶 你怎麼試 好 老闆就很厲害了 反正他們都拿過MVP了 對 今天你們兩個也都拿過MVP 拿過了嗎 我好心虛喔 那個拿得很心虛耶 不會 沒有心虛 有拿過就好啊 誰過來 誰不行 對啊 比較緊張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 二零騎士守衛局 狼隊有一隻小狼 狼王跟惡靈騎士 惡靈騎士它的功能是 如果它被 女巫毒或者是被遇人家查 那那些繩子都是會被反傷的 OK 然後它就是不能自爆 也不能自刀 那今天的繩子還有 遇女獵守衛 守衛呢是可以保護一個人 但是它如果跟 女巫的解藥同時撞在一起的話 就會有一些奶穿的部分出現 就會死掉 好 那不能兩天同手同一個人喔 沒有問題就請確認 角色身分 今天不上集 女巫全程不自介舞 沒有 沒有 對 好 搞不好 生氣 今天是雞翼 第二次 走位審計真言 選擇你要守護的對象 手位審計真言 女巫審計真言 他被殺到 你找這個方法 你要守護剛剛的 你要讀谁呢 女巫请闭 远达请真言 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你 远达请真言 天亮请真言 昨晚4號 對象 直接請來 愛情 請發亮的名言 我是預言家 然後昨晚驗了3號我死了 所以她是惡靈 對 她要解釋什麼嗎 為什麼驗3號 就是因為我跟3號對演很久 然後我覺得3號一直給我一個 然後想說語農就算是狼 她的狀態也是會很好 所以想說驗一下她 我會比較放心 結果她是惡靈 所以抱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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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就是3號 等一下就是用投票投出去 就醒了 然後 佐政平六跟八的發言 就是... 因為上次8號來的時候 然後我給了一些容忍度 然後導致我自己兩敗俱傷 所以... 然後這一局就是 不給任何容忍度的感覺 好,過 我剛剛抿牌的過程當中 我抿的是4號 然後我們還在對視 然後我除了抿了4號之外 我還抿了10號 但是我已經好像剛剛沒有在看我 好像仔細在看1、2、3那個方向 對 然後我後來有看7號 就是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看出來是好還是壞 所以我覺得 我待會兒會聽一下你怎麼講 對 然後這一局就是初三 沒問題 GO 我剛剛抿牌其實著重看 這是4、6、8 這三張牌 其實我看4號牌是因為我們兩個 一抽完牌之後 馬上互笑那一張 我就覺得他身分是偏好 那他現在就是鋼鐵玉嘛 那3號這局就是得出去 然後再來是前置位5、6兩張牌 我覺得... 因為我剛剛抿牌看6號牌 我覺得他的反快給我還不錯 但就是8號牌 我會覺得他 就是有一罐那個尬尬笑的感覺 我是先丟給你一個水包 先給你壓力 然後前面的話5號牌他是 我覺得5號牌他剛剛有一點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在4號牌他一被反傷 一宣布死訊的時候 5號是很 也馬上看大家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觀察感 他是偏好人的觀察 再看他說 那他的狼隊友 就是他的 他的那個3號狼隊友會有什麼反應 會打抗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5號剛剛那個反饋 在我眼妝看起來 是目前是偏好的 然後剛剛的反應 我覺得就 手之位反應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點了一個著重聽6跟8 所以我覺得 5號我覺得比較好 然後6號 是我覺得他比較... 就是他的反應不糟 因為我之前看哲偉來的極數 他的反應好像一直以來 都是有這種大模糊這樣 你說 幾號不知道 偉靖哥不知道 7號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你這個不知道 是狼的不知道 還是真的 你好像觀察到什麼 沒觀察到什麼感覺 所以前之位5跟6比起來 我會覺得6比較問號一點 5號是因為他那個手之位 一打開 一看完那個3號叉叉 就是3號被反傷那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反應是好的 那著重聽之後 這位8號我給他一點壓力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給我的名牌 感覺不好 但是我本人也不太會名牌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聽一下8號這樣 為什麼要跟我壓力啊 我只是 上次玩得比較爛而已 不是啊,就是... 那這局就直接出3啊 就很明顯 4號應該就是鐵...鐵院家 但後面也沒講什麼耶 我覺得... 我覺得5號、6號、7號 給我的感覺都聽得滿好的 所以... 其實我沒有聽後面 我也沒有辦法多盤什麼 我也不想聊敏牌 因為... 我沒有很會敏牌 然後我確實有一點 有一點比較緊張啦 就是... 上次跟這次可能 還是都比較緊張一點 我多聽一點後面怎麼講 再決定好了 過了 蜂鳴啊,蜂鳴 你逃不過我的發言 我覺得8應該是 8 然後下一個拉 我有一點想要抓2號 有一點想抓2號 有一點 但是我先跟他講就是 我覺得8 6跟8其實兩個都聊得很模糊 但是因為我覺得6 雖然模糊 但他聊得聽感還算是 比較有底氣的 然後但8就比較心虛 對,8先進我腦 然後我聊2的原因是因為 剛剛在5到8這邊發言的時候 我不知道2號的 你的臉好紅喔 就是很緊張 就是... 臉很像要準備來一個什麼操作感 我先踩2跟8啦 我先踩 那因為... 其實我銘牌有看到普昕是比較晚看牌的 然後... 但是他給我的反饋 目前好像還可以 我現在的狼群可能先抓2、8 然後3定的吧 所以等一下先出3 那2、8我覺得... 女巫可以先不用讀 我就給他們刀刀看囉 5 9號跟我的狼可能一模一樣 因為8號發完言真的是滿不好的 就是比7、5、6、7你的發言是最不好的 然後今天艾莉也就是下了我們的一些指令說 所以8號一講完是真的... 秉持了這個沒容忍的地方去走的話 真的是要盡懇 因為太甜充心虛了 然後2號是因為 餅牌的時候就覺得它掛像是重的 然後加上因為現在已經到這邊 我都覺得前面也好 所以真的是跟9號點的一樣 就是剩下的牌裡面 我聽完9號我也覺得9號是好 那剩1跟2的話 然後3已經是定狼 可是8的方法有那麼糟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給2號一些壓力去表選 那1號的確是... 因為已經有一隻定狼在那邊 然後8又是很怪的一張牌 然後前面我2號名牌又是最怪的 所以我的3隻狼也已經擺定了 雖然還沒聽1號發言 但是就是狼坑真的太擠 那女巫還在你就看 你有沒有種先要去下毒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隔天早上再說這樣子也OK 那就注重給2號壓力過 好換我發言 我是覺得5到7都還滿好的耶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但裡面最好的可能 我覺得是7啦 因為他剛剛 就是我覺得他在聽別人發言的時候 他的那個感覺很輕鬆 然後5、6發言之後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6號我也是第一次跟他玩 但我覺得他發言 就是像前面所說的 就是有點 這個我不太知道 那個就是也沒有什麼太奇怪的地方 可能要停一輪 然後這輪就是出3沒有問題 然後剛剛我最前面 就是還沒看牌之前 我是問了2號一點點 有關遊戲的小規則 所以我比較晚看牌 但9跟10去打2 我不太確定 因為我覺得 我那時候問他規則的時候 他回應我的那個反應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他一直說 他很沒自信很緊張 但我覺得他剛剛回我的感覺 好像又還好耶 可是我還沒有聽到你發言 所以我可能會把你 就是我還是會把你入我的容錯坑 因為2跟10可能會是我的容錯 因為10號是因為他前面 就是跟著9號是有一樣的 就是說法 就是你講的跟9號 想要表達得差不多 所以硬要硬要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跟著前面那個人講的 可能會比較像 然後9號我會覺得是好 因為他的確名牌的時候 他是有跟我對看一下 然後我想說 好吧 小賴看我好像都蠻準的 我還想說如果他發言 亂不亂踩我的話 他就走著橋 但是他剛剛就是有時候 他覺得我好像還渴 我就覺得 如果他是狼的話 應該會想要硬打說 我覺得他名我名牌很怪 還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9號發言 可能還可以吧 然後8號的確是我 也是我聽到所有 沒有覺得最怪的 然後 但你們都去踩8 但又說要出 因為這一輪一定要先鎖20嘛 那我不確定 就是8號的身分 會不會有可能是狼王 但因為現在也投不到8 所以我覺得 要嘛女巫就直接把他堵死 所以我覺得 8號真的有點為狼坑 我剛剛看完拍之後 其實超輕鬆的 所以我不知道9號拿我說什麼 臉紅這個 可能是今天3號 我真的有畫比較紅嗎 我剛剛自我懷疑耶 可是因為我覺得9號跟10號就是 10號是我剛剛名牌裡面 覺得 就是比較嚴肅一點 然後就是有點心虛心虛的感覺 然後我原本想說 9號一開始一開口的時候 他就說8號不行什麼的 我覺得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然後後來就很開心 覺得9號應該是好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90 我不知道耶 就是10號是掛上叉 然後9號是剛剛第一個踩我的 所以我覺得 然後8應該是滿 我覺得應該是滿像狼王的吧 因為90這邊都想要推8出去的感覺 因為到1號這邊的時候 1號是第一個點出說 8號可以用女巫 就是女巫可以去讀它 但是90 你們都沒有就是明確說出說 女巫可以去讀誰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1號 就是加上剛剛名牌的時候 我覺得是好的 對 那90可能 想要推正將8號的話 那8號可能是滿忘牌的 我覺得女巫可以去讀8號 我跟你們說我現在很尷尬 因為我是預言家牌 8號是我的茶沙 然後剛剛4號直接起來 然後就直接發我一個說 我是惡靈騎士 然後我想說我臉超臭 我想說什麼意思 然後現在全場全部踩我 超尷尬 然後 然後我覺得可能沒有人信我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出局 因為4號直接這樣起來 然後就說我是一張惡靈牌 那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表水 你們才會信我 所以如果女巫信我的話 那等一下就把8給讀了 如果我出局的話 然後我剛剛聽起來 因為5跟6前面的手支 會發言得滿小的 所以聽不出來 然後我聽覺得最好的牌是1跟7 我覺得這兩張牌滿好的 然後因為91都有踩到就是8這個狼 所以我三位信我的話 然後2號 2號我覺得還行 雖然他感覺是搭公公狼坑 但我聽起來我覺得還行 怎麼辦好衰喔 真的很尷尬這個局面 8座茶沙出發 過了 請大家進行籌票 3 2 1 請籌票 3號淘汰請數淘汰記錄 請發表明言 這真的沒辦法 因為他可能就自當然後直接起來 就送我一張惡靈騎士牌 那我真的真語啊 但沒辦法因為這局面 我知道大家都不信 我們要沒關係 沒關係 等一下大家自己看 好不好 這很衰耶 天黑是誰 反正 首位的是真面 選擇你要守護的對象 女巫請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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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殺死 你要正方嗎 你要學圖要嗎 你要捕水呢 女巫請閉 天亮要吃真面 我問 1號 6號 被殺死 子真性是 主 愛情 所以 3真的不是惡靈 因為女巫 等一下 不對… 沒事 女巫用毒 不對啊 六號這麼好 怎麼可能會被毒 女... 一號應該吃刀 然後六號被毒嗎 可是女巫怎麼沒有毒八號 好奇怪哦 怎麼辦 我還是比較願意相信 八號是那張槍牌 就是三號 剛剛是想要出掉八號 可能想讓他開槍嗎 還是因為三號的那一段話 就是影響了 女巫覺得八號可能是好人 所以女巫去毒了六號 那... 我有點... 有點亂耶 那這一局的話 我也想從九十裡面去抓 對,我覺得八是槍啦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死的會是六號跟一號 一號我覺得是因為很好 大家都保他 所以可能狼刀的 那六號的話 我就覺得可能是女巫毒的吧 我是女巫牌 然後 九號是我的飲水 首先我的狼坑 現在有點想要打 三、六、十 我剛剛把六號讀了 所以一號是刀口 然後 我會讀六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 我跟你們有點不太一樣 我又想要給八號容忍度 加上剛剛三號在聊的時候 他說八號是他的茶沙 等一下女巫就把八號給讀了 這句話聽得非常的刺耳 因為 因為他後面還補了一句說 把八號給投了 然後前面又說把八號給讀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八號不太像 是三號要去做身分的牌 感覺現在比較像是 要把八號推出去 因為如果八號是他的狼王隊友的話 他不會叫女巫把他給讀了吧 所以我覺得 有可能八號是好人牌 而且他剛剛發言 他發言他說什麼五六七聽感滿好的 我覺得 所以 我有點想要翻過八號 所以我剛剛才會覺得 往六號讀 因為六跟八在我聽起來 內容有點像 可是六號剛剛在發言的時候 他直接說 他明四跟十四號 是因為我覺得他很陽光什麼 十號 韋晶哥 然後我不知道 他就突然對 就是十號有點想要點出他 然後又遲疑 所以讓我覺得會不會 所以我狼團想要排三六十 會避開 八號我剛剛說是好人的嘛 然後九號的話 是因為他是我的陰水 然後七號其實我覺得發言很好 而且狀態也很好 然後如果他是狼的話 他剛剛不需要用 就是不需要去觀察我 在看到三號被發 那個查查的時候我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 七號整體來說是好 二號我也覺得發言滿好的 然後剛剛那個困惑感 也滿像好人 所以我的坑真的 有點擠的話就是三六 我希望我讀 對 但讀錯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這張九了 因為剛剛九跟十的 我不知道九有沒有可能知道 但是他確實是我的陰水 但是他們剛剛的發言都 針對這張八號牌 因為我現在視角 我覺得八號是好 所以九跟十的發言有一點像 那十號就是貼著九號的發言講 然後加上他們臉 叫女巫去讀 就是看要不要讀 讀看八號什麼什麼的 或者是什麼 都發言很像 所以我覺得十號 會不會有可能是狼狼 他在貼著九號的發言 女巫你保八號牌喔 那我真的覺得八號牌 好掛 他狀態很不對 因為我覺得九跟十 我覺得九號才到八號牌很合理 可是我覺得十號牌 馬上順著九號的風向 然後想要推一張八號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們都覺得八號是狼 可是十號還有提到說 那女巫先不要工作好 就如果你們覺得八號 已經是一個聊那麼爆狼王的話 十號如果是好人視角 應該會像一跟二一樣說 那女巫你直接工作 直接把八堵掉 可是十號他完全沒有提到 他說他還說叫女巫不要工作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就是你知道 想要 想要讓狼王能夠開槍的感覺 所以我剛剛盤了 原本盤 三八十 我原本盤三八十 因為我覺得六號 我覺得六號 他狀態沒有到一定要得是狼不可 那如果我這樣的狼坑 可能會打三八十吧 因為我覺得九號是第一個 他還有提出 而且他加上他是飲水嘛 我覺得我就先不盤 飲水製造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要往後面盤 然後我覺得二號的話 是雖然剛剛九跟十都點到他 可是我覺得二號他剛剛一齒聲那個發言 很正氣 然後加上 所以他剛剛那個 我不知道 他感覺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因為這樣你想先放掉二號牌 那剛剛主打二的就是九跟十 那像剛剛前面提到 我覺得九號他是飲水 可能就先不能動 但是我覺得十號 就是畢竟跟風的會比較 有點小問題 對 有點問題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目前十號也是我的重點觀察 然後八號牌 我八號牌我可能還是不能放掉這張八號牌 因為我覺得八號牌剛剛的發言很水 就沒有什麼重點這樣子 然後很像是 十號牌想要趕快把他推出去的狼王牌 然後叫他不要被堵掉 所以我覺得 剛剛十號牌的發言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不想要八號被堵掉 這樣的話這樣 然後我覺得三號牌剛剛 他故意去發八號查殺 我覺得也很可能是 你們也可以盤出 他是 因為三號牌 他已經是 不可能女巫沒有救啊 就是我們玩那麼久 通常惡靈 一定都是惡靈出局的 所以他剛剛三號牌 我覺得他是力網狂來 想要幫狼隊做點事情 所以想故意跟八號做個身分 說八號查殺 那你們就是現在女巫去堵掉吧 我覺得女巫就是有點被他騙去 想說那是這樣就被洗腦了 所以我覺得 三跟八像雙狼在做身分 但我現在的話 可能主動就是八跟十這兩號牌 八號你再 好 你這句翻譯好一點 你不要給我堵嘴 幹嘛 想勾引我啊 堵嘴 堵嘴 好 就憑這個堵嘴 好容易 好啦 就八跟索中庭這樣 我現在狼羫可能先打這兩個 就這樣 五號都不行 我要吃飽 好 淘汰二 八號 二號 淘汰 淘汰失誤 我後悔 今天那一期是第一次 女巫請珍夜 她被殺死 你要救她嗎 你要說不要嗎 你要問誰呢 女巫請閉 天亮是真夜 昨晚 五號被殺死 私真情志 愛知 七號 開始翻 天啊 我覺得這十號吧 飲水嘛 贏水不可能自刀啊 我看一下 怎麼... 三個人想這樣 我想一下哦 因為我覺得酒 酒不會是狼啊 酒飲水玩自刀玩得那麼騷 我想想哦 因為今天這局是有惡靈的板子 然後狼自刀也沒什麼效益啊 我想一下 好難哦 然後... 我想想 要拍身分對不對 我就平民拍 我平民拍 我沒有什麼身分可以拍 就真的... 因為我真的就沒有視野 然後所以剛剛就只能 聽前面發言要分析這樣子 那現在都最後一局了 決勝局 我就先拍平民拍這樣 就這樣 然後聽九十... 我覺得十號真的定廊啦 十號應該定廊 十號大家可能拍平民給我尬吧 那就是看 九號 反正九號我相信小賴 賴島的配置是可以認得到我的 就這樣 過 好 現在就是七跟十在抓嗎 我是首位牌啊 我跟你講 初七 因為我才是平民 我是平民牌喔 所以你七號要跟我討喔 沒有 除非你也是平民 你是平民的話 那你就大拍錯 因為我是飲水 然後我是平民牌 你七號要拍平民 因為現在沒有結束 就是因為還有一個神牌在 我是平民牌 你拍平民牌 如果 那你就是剩下的那一神了 不然遊戲怎麼結束 我是平民喔 如果他是平民的話 那就是你在藏 最後拍身分有什麼好藏的 如果 你最後拍身分 如果你還要在演說 我神跳平民 那就是 你拍平民我真的有點難拍 因為你不是神 你就要出局 除非你那邊有擋身分 三個人沒有什麼好擋的 老師沒教過你嗎 因為其實你拍之前 我是想拍十號拍的 我是想拍十號拍 你這個有亂拍嗎 我跟你講 三個人沒有什麼好擋的耶 反正 如果你真的剛剛亂拍的話 麻煩你跟十號互投 我比較可以聽辯論 你們拍出正確的身分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拍平民 那你就出去 我是平民 贏水平民 過 我覺得九號的發言 應該可以是真的好人了 因為他如果今天是那個 自刀狼的話 然後現在風向是 七號而想要投我的話 他就 他隨便拍一個神 我怎麼樣都講不過他 因為他有飲水的身分 可是就是因為你拍了平民 拍到他的身分 所以他對你有了懷疑 所以他的這個懷疑 絕對不會是狼了 因為他還在那邊假跳手 我也想要炸我們兩個 然後加上他把這個風向 我是從上一天已經被前面講到 最著重懷疑的位置了 可是他這邊突然整個醒過來 因為掉到他的身分 整個回去 那真的寶劍對不起 因為我一直有在想說 會不會是九字刀的狼 可是他剛剛那個飲水飲完 這不可能了 他這個是 完全是好人的發言 所以寶劍我真的 沒有想到是你耶 我嚇到 因為你剛剛盤得很好啊 因為你們兩個 都是我在打八號盤 八號盤是狼王 所以真的要看你們的身分 誰比較高 再來 九有飲水的身分 這就沒得講了 然後我是一張獵人牌 你們打不過我了 好不好 你們打不過我 你們兩個拍名的 想要回馬槍說 其實你們才是神的話 太瞎了 好不好 太瞎了 直接投掉七 對 這個沒有什麼好假拍的 罵寶劍 直接吃了 我就是獵人牌啦 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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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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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晚 一號 六號 被殺死 字幕志愿者 拍拳 老公請殺 沒有 她以為我是神 她應該到愛你 愛什麼名神 結果可是其實刀妳就沒了 對 我就想刀 我覺得刀名比較好耶 結果戴到神 因為我以為小賴是熟 我也會守自己 我剛剛想說我要不要 我就先跳一下 讓妳爽一下 對 我說妳要跳一下 妳說 沒有 因為你們記得 我在新郎有一句就是跳女巫 要解失敗 我想說我記取教訓 我們不要亂跳繩子了 跳平民 因為妳很不像神 因為如果她跳繩的話 我會死對不對 她跳的話 你們兩個PK的話 對 我要PK又完了 我再聽一次 你想來聽一次 因為我會從前面刀 因為他們刀補薪 所以她才20 她有可能是獵人 對 我會怕 一大20 她被賭 對 我以為哲瑋是獵人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那應該 妳不是神 誰知道妳是獵人這樣 很煩耶 整個大翔煩 妳前面藏得很好 妳前面藏 對 妳前面有被保 差一點 妳好到不是 一點 妳怎麼會 都瘦巴 妳從到腹下 妳從到腹下 妳很煩耶 妳很煩耶 妳是後彩的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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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妳是後彩的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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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自嘴 好有 小優可以自嘴 妳看後彩的點是什麼 我看後彩的點是什麼 我看後彩每次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是小優敗人 我看後彩的勾 然後羽諾又跟她眼淚出戲 羽諾很刻意 妳是誰啊 超刻意的 我錯了 我至少討論到女路了吧 我愛我 我愛我 妳們就躲啊 我剛剛反正就叫妳不要自爆 為什麼 因為妳在我身上 妳會拍身分 妳會拍身分 妳就說妳是烈爺的話 那我下一局就知道 你們推我可能會贏 因為我會帶妳這樣 妳會不會覺得她是狼王 我是叫妳不要自爆 沒有 她是因為 她應該會走在妳前面 爸應該會走在妳前面 真的嗎 爸會走在妳前面 因為我們在他們那邊採訪 因為她被妳的 她被妳的 在我這裡不是 嚇死人 她們都會帶我們去 我這樣的話 都一樣 因為妳會把我打死 所以最多我就是 綁她那一票而已 但妳說起碼可以 要到她的身分 只在聽她講一次 她不會拍吧 妳那一輪會拍嗎 因為妳已經被女巫 跟火眾打了 她還不會拍 因為我就覺得 我不拍出局也沒關係 因為我拍獵人 你們也會覺得我是狼王 對 對 沒有 如果妳拍獵人 妳沒有爆就滿像獵人 就滿像獵人是不是 因為剛剛那局是爆 我覺得爆是最好的 我也覺得 爆是最好的 因為比較好刀 對 滿像刀鳴 然後我想說妳在九十 裡面出一張一支 但二十 因為我就直接把牛放 因為她已經沒有解藥沒有讀 了解 對 結果大家要熟耶 對 都大比五 然後我們好像 完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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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當選不跟不補 三 二 一 沒有 好像劉菊對不對 對 這局 劉菊 對 劉菊 好的 好的 想要跟剛剛賽後討論仔細的訂閱 娛樂百分百的官方Youtube 阿蘭莎下次見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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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